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农户里面每次经过这边来的一些大水所面临上的安全问题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在水保体这样子一个指导跟协助之下 那特别可能要从我们的乡公所这边来提报计划 把这些的问题一并来解决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代表这边跟乡公所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在文南村这边的一些浓度所造成的一些安危的问题 同时能够解决 我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请我们的水保体这边来那个协助技术指导 那甚至将来我们乡公所提报计划里面也能够全部支持 那所以在这边先跟我们代表跟村长说声抱歉 有点晚 但是事实上我们透过这样行政的能量 能够把它赶快解决 由于这一条野西的农路对农民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而这次透过立委孔恩集大业的协助 来整理这条野西对居住在这里的十几户农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 同时也能够提升步入的经济产值 立委孔恩集表示对地方的建设和云术民相关的事物可以说是相当的关心 同时也会列车来最终 希望透过这次的协导会来实质的帮助部落主人们的生活品 究竟说是不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